手抬SUP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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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布開放校園戶外教學不過也有淡書 每輛遊覽車總搭乘人數需要降載到八成 住宿的同班同學規定只能四人一室一人一床 至於還不能打疫苗的國小學生 則不鼓勵在外過夜 同步開放的還有桃園104家長照機構 家人可以探視以三人為縣並採預約制 社區大學 熱寧學習中心 以及長青學院 那我們請各使用單位要完成防疫規範的查檢表 那服務人員或者是學員 那麼必須要這個完成接種疫苗滿14天 那如果沒有的 那麼就要提供三天的快篩或PCR的陰性證明 防疫指引松榜陶市觀光局也打鐵趁熱 加碼優惠活動挺觀光 那另外呢我們也推出了一個景點一加一的優惠方案 只要到我們桃園的幾個景點 那我們只要你購買一張門票呢 我們就會免費再加送一張門票 那目前呢有超過這個將近30家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景點來加入我們的這個陣容 疫情趨緩努力要羽翼共存 地方盡力振興觀光才能重回日常 華語新聞陳明燕吳明葉劉沛廷桃園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